上个视频说到动能EK等于1mV方 推到这个式子时 咱们对静止物体施加横力 使它做云加速直线运动 这个过程中 力对物体施加的功 使得物体的动能增加 因此计算出功 再结合初始动能是零 就可以得到动能的表达式了 那如果换个情况 让开始状态的速度不是零 开始状态的动能也就不是零了 此时力对物体做的功 仍然和动能的增加量相等吗 咱来推导一下 根据定义 功就是力乘上位移 力可以用牛顿第二定力展开 就是MA 而位移需要用不含时间的 匀速直线运动公式来求 它就是V2方-V1方再数以2A 把这个位移跟力MA相成 就得到功了 把它整理一下 就是1mV2方-1mV1方 前面这坨就是结束时刻的动能 后面这坨就是开始时刻的动能 因此档石右边 其实就是动能的增加量 功和动能的增加量仍然相等 不仅如此 这个结论还可以继续推广 在刚才的例子里 外力与运动方向相同 此时外力做正功 动能增加 而如果把外力方向换成 与运动方向相反 这个式子也仍然成立 只不过此时外力对物体做复功 根据这个式子 动能的增加量也是复值 也就是动能减小了 比如在粗糙水平面上运动的小车 在摩擦力的作用下 速度逐渐减小 此时小车动能的减少 就等于它克服摩擦力所做的功 综合这些情况 咱可以总结出 力在一个过程中对物体做功 等于物体在这个过程中动能的变化 写成式子就是这样 这个结论叫做动能定理 我要提醒你几点 首先动能定理 不仅是在只受一个外力时才成立 如果物体同时受到许多个粒 这个结论也仍然正确 只不过此时 粒对物体做的功 是指合粒对物体做的功 当然除了先求合粒 以前咱们学过 你也可以用每个粒做功的代数盒来计算它 另外 刚才的例子是横粒作用下的直线运动 功比较容易计算 如果物体做曲线运动 或者物体受到的外力是不断变化的 动能定理依然成立吗 答案是肯定的 要算这种功可以采用微圆分割的方法 把整个运动切成很多个小段 这样每一小段都可以看成是受横粒作用的直线运动 于是就可以针对这一小段列出动能定理 用这样的方法可以把所有小段的动能定理依次列出 这些柿子左边加起来 就是整个过程中立对物体做的功 而右边加起来 中间这些状态的动能就都被约掉了 只剩下结束时刻的动能 减去开始时刻的动能 因此动能定理对这种情况仍然适用 也就是说 无论是直线运动 曲线运动 横力做工 还是便力做工 动能定理通通可以使用 因此 它在解决动力学问题时非常有用 来看个例子 一颗子弹 质量为70颗 以500米每秒的速度 水平射穿钢板 射穿后 子弹的速度变成4大米每秒 以至钢板厚度为95毫米 求钢板对子弹的平均阻力 这个问题里出速和默速都已知 再结合物体质量 容易计算出两个时刻的动能 因此考虑使用动能定理 这两个动能差跟外力做工相等 这个工是哪个力的工呢 子弹穿过钢板时 受到重力以及钢板的阻力 重力跟运动方向垂直 它不做工 所以只需要考虑子弹 受到钢板的阻力所做的工 因此这个工的大小 就等于平均阻力常常位移 不过你得小心 这个力跟子弹运动方向相反 因此这个工是副工 现在观察一下这个式子 两个动能都可以算出来 位移就是钢板厚度也已知 只有平均力这一个位置量 它刚好是题目想算的 接下来代入数据计算就可以了 你可以自己动笔算算 然后跟我对个答案 平均阻力是3.5乘10的五次方牛 怎么样 简单吧 我再提醒你一下 使用动能定理时 一定要认清究竟有哪些力做工 做的是正工还是副工 好了 以上就是动能定理的内容 和基本运用方法 力在一个过程中对物体做的工 等于物体在这个过程中 动能的变化 这个结论在力学问题中 有非常广泛的应用 咱们后面的视频接着说 现在你先去做个练习吧